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科技部的海研5號研究船 在澎湖東南方海域不幸發生海難事件沉默 那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海巡署國防部交通部空情總隊以及國收中心 還有澎湖縣政府等各相關單位 都立即投入收救工作 那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也就是不到七個小時裡面 就積極完成了收救的任務 這樣的一種救援的速度 還有之後的醫療的安置 善後的處理等等 都十分的積極有效 另外至於這次海難事件之後 對於我們國家的海洋相關研究 會是一個重創 那麼我們除了要盡速釐清事故的原因之外 另外要特別請科技部 會同衛福部以及環保署等機關 分別就受難人員的醫療慰問安置 保險理賠 乘船的漏油海洋污染監控 還有我們其他海洋研究船 怎麼樣來管理調度 甚至於是不是要考量打撈乘船 或者是另外籌備 新建新的海洋研究船隻等等 這些重要的相關事宜 一定要積極的妥善的來加以處理 那麼希望我們台灣的海洋研究工作 不要因為這一次的船難而受到無法彌補的影響 全部從來想和某些暴力 一堆,今回油管堅衛 都在暴力 袭與權階闊